复理乡名詹柏林在民國87年時就合法購買的農章木 卻在99年因為清水農產超限利用案 將111塊的農章樹投材查扣 而詹柏林在109年透過法院訴訟 向領館處主張返還木材慎訴 14號上午詹柏林帶著領具 將查扣的13年之久的木材全數領回 拿著花蓮地院合法的領具詹柏林上午11點 來到花蓮領館處一旅工作站 依法將在民國99年當時被查扣的牛章木材 一一搬運領回 曾柏林指出民國87年他合法購買這一批100多件的牛章木材 曾柏林指出民國87年他合法購買這一批100多件的牛章木材 放在佐西鄉清水村清水農場的陳柱地培養牛章枝 不料99年漆水農場爆發超限利用事件 當時檢警調也連同詹柏林的這一批牛章木證物查口至今 於是在109年透過法律管道訴請領館處返還木材 牛章木等打皮木材遭查扣至今13年 現在經最高法院三省定驗詹柏林合法擁有可領回 包括牛章、樹頭材、腳材總共111塊 詹柏林也藉著生計大廠合作體煉生產產值大約3到4億元 採跟他用分潤的方式 所以是將來這些木頭都移到我的桃園的場區裡面 那在兩年後應該在兩年後大約兩年後他第一批的產能就出來了 那這些木頭在10年左右的產能大概會有3至5億的一個產能 對於法院判決結果 華林領館湊緊透過說明聲明表示遺憾 記者11月蘭 玉里正採訪報導 請往下方 玉里正採訪報導 請往下方 玉里正採訪報導 大約4億元 1億元 3億元